兄弟们,咱们今天就讲讲这个轴心传统,什么叫做轴心啊,就是当我们现在打正手拉球啊,反手拉球的时候啊,我们后面这个,哎,后面这条骨子叫脊椎骨啊,脊椎骨,脊椎骨,对,大家把这个脊椎骨啊,想成你一个啊,想成是一个什么呢,想成是一个是一个木柜啊,它是直通上面和通地下啊,这个脊椎骨就是 就是通底下,通上面,它是铲在地上,就像钢管似的啊,就这种感觉啊,它是不动的啊,它是不动的啊,你每拉一个球的时候,这块是不动的啊,你,你感觉它就穿,把你的身体穿,穿从上穿到下面了啊,然后你转动,你转动的时候一定是啊,你,你看啊,我们要绕着这个什么,以这个轴心啊,脊椎骨为中心去转动 拉手就是直接转,拉球也是直接转,你看啊,这样转,你看,大家看我整个中间这一条线是没有动的,转,转,哎,波浪骨对你说的很对啊,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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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其实,其实我们拉球的时候,你的这一条线,如果说它动了,你看,我动了是什么呀, 我拉手的时候一拉,看,整个,整个的身体啊,拉的时候,我往右边沉了,也就是等于这一条,这条木棍啊,这条轴心,我们把它移动了,你往进边一移动以后,你再往前拉的时候,它就不是走的是转动式的了,它就是属于半推半往前转,那么冤枉? 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对这有理解,我一会儿给你们找视频,啊,你们尤其是看一看马龙啊,孙颖沙,包括巴仁东他们这些这种拉球,他们拉球,有不合位的球,他们要么就提前踩住位了,比如说球在这儿,他正常在这儿是比较舒服的,球在这儿怎么办,他要么就提前过来了, 还是,整个轴心是,是这条,这条轴心是没动的状态去转,要么就是,先踩住,先踩住的情况下,我用左脚去扑,或者是用右脚去动,动的同时,我这条转的时候,这个轴心它还是不动的,就是在我触球这么一瞬间,我的这个轴心还是不动的,只是我脚动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点,有多少人能理解这个点? 对,你记住,你的身体转动这一下,你不能去破坏它的这个转动式的这个感觉,一定是转动式的让位,转动式的出来,而且你身体这个脊椎骨,一定是绕着它去转,而不是说我向右,或者我向后,这都不行,你要绕着它转,所以说就会形成我上次跟大家讲的,我说他们所有高水平人拉球, 在屁股这块,他们都是怎么拉手,他们拉完手以后,手都是在屁股上的,对,是的,很明显,按照大家的拉手应该是在右边,为啥他们全是擦屁股? 就是因为他们直接是这么转过来的,也就是说,我现在腰,手,我对的是什么?三点钟方向,我拉完以后可能是六点钟方向,我不知道大家能听懂吗? 就是你不能让中间这个地方去改变它的整个转动的,不能,是转动,转,动着转,边转,边动,始终是一个以轴心为转动的,轴心转,转,就跟这个板是一样的,这就是你的轴心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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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块不能,不能去乱, 转动,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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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转,转 转,转 转 转 就跳 转给转 能懂吗,来,咱们放一下那个视频,我们下一个视频可以 继续 哎就这个对对对很明显你看反正用在拉手的时候对他这是一个绕着一个轴心在转而不是说我向后或向右 他是绕着身体的这个整个的脊椎骨再去转动你转跟转这一下跟转这一下的时候你不能去往前往后你可以你看往这是往前推推不行你可以转动式的往前转动式的往前 但是不能把这个整个他这个半圆给他打破来反复放看一下你们看一下反正能拉完你看不管他是正手看 看为啥他们拉完手以后都在右屁股上面像擦屁股一样他是绕着半圆走的所以说他拉完球以后带着手手就在屁股上面 你看吧你看马龙马龙这个更明显马龙这个是更明显的 你们看啊他们不管怎么拉手拉哪个地方的球他们整个上半圈这块的转动他不会超出这两条腿之间 都是在身体两条腿的身体内去把这个转动完成 击球也都是在接近身体内的位置去击球你看 每个球都是这样 你看他只是绕着身体做了一个小转 做了一个小转 其实其实手是跟着身体显着动作很舒适 其实他们动作并不大 你明白吧就是到到位就行 对 到了就行 你看他身体其实就是身体像回拧动一个转动一个小外边 手自然放松跟过来 是的 所以说很简洁但又什么能拉得开 对 你转转出去 你转转出去 马龙也是你看 你看马龙是更明显 对 你看身体往里让 对 身体往里让 一让完一个一个转出来 一让完一个转出来 是不是 摆速的时候也是 你看更明显 我觉得摆速更明显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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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 你看是他们动作都非常舒展 这没有问题 对 舒展确实是舒展 但是其实动作不大是简洁的 看轴心转动 你转 拉手的时候 你不能出现 向后 这样整个人的身体是向后的 这样的话你就失去了整个转动的这个什么 你画的就不是半圆了 对 你要如果说拉球拉手也好拉球也好 如果你一违背了这个半圆 你这个整个拉球它就是使不上劲的 你要么就推出去 要么就抬出去的 对吧 要么就是摁出去的 只有这个躯干是整个转动起来的以后 你的整个这个球不管你是拉手还是拉球 对 旋转 托罗旋转你说的很对 是的 你看你看马龙这个很明显 很明显 它不会它不会让让这个球什么超出它的身体以外去接球 除非说很远的地方它也是脚补上还是在身体内这个位置去接球 你看都是以一个转动让让球转动转动让球转动让位 然后再靠身体的转动是一个以半圆为以轴心为为这个核心核心点 以它为核心点去一个半圆再转出去 你们可以看一下 对你要打破这个轴心以后 你这个拉球的还原速度就比较慢 而且你发力不集中 这样的话它又集中又快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这些水平高的 它们当当当当当那么在快速的时候 为什么它们还能来得及 因为你这个转动转完以后啊 整个你这个转动转完以后 你的整个的两条腿就是一个支撑 蹭完以后又回来 蹭完以后又回来 你始终在进台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半圆 在中台的时候就是一个正常的半圆 在远台的时候就是一个大的半圆 对 把半圆延长 它一直都是一个以半圆形式的拉球 其实反手也是 只是反手转腰没有那么明显 反手它也是要有一个小小的这种半圆形的 也是在这个轴心以轴心为主 你在这边就不行 对不对 你在这边就不行 对吧 你太往这边它也不行 太往这边就转不出去了 总好还是以这个整个这个脊椎骨这块为轴心 轴心 在身体的最中间的位置 去以它为轴去转 然后把球让到一个跟球的角度 你这个球一直 就是你可以一直这么拉 它可以反复的转过去转回来 转过去转回来 正回也是转过去转回来 就慢慢就形成了一种 形成了一种惯性 你拉球就跟着惯性走了 它就不累了 只是在惯性当中加一点 加一点收 然后然后松 所以说你看我们拉球 都是一个很轻松的状态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在跟着这个轴心 在去走 所以说就显得非常的又简洁 又舒散 是的 你感觉很舒散 张得很开 但是又感觉又很简洁 就是这个原理 明白吧 你要做得很开 你会放弃你肯定拉不实 或者你很慢 那你太小的去 这样 哎 球弧线可能就不吵 对 它质量输不来 所以说做到一个 哎 又简洁 又能舒散的 拉得开 哎 这种感觉就是对了 那个 是不是有个水影仨的拉球 好的 我给你找一下 就是 不管男的女的啊 他原理对了 男女拉的都一样好 只是说力量没有男生大 但是你们可以看一下 他的原理一定是相同的 你看 最近他 他是不是也是 你就把他的脑袋 当做一个轴心的最中间点 你看他的腰的转动 是不是他脑子就没怎么去 没怎么去脱离这个身体的这个地方 你看 你把他的脑袋当做一个轴 很稳啊 真的是很稳 你看他就是转过来转过去 转过来转过去 看到了吗 然后俩腿是一个支撑发动 然后身体一直走的是这个感觉 靠腿 靠腿来发动 你看 是不是在转 转 你看是不是一直在是一个半圆 让再半圆拉完 让半圆让半圆拉完 然后顺着这个惯性再回来 你看 是不是这种感觉 是的 对 所以他很 他他他他争手 他争手这个拉球非常非常的合理 对 而且动作也是非常标准 就非常合理 就是他基本上 能把浑身所有地方 能用上劲的 他全用上了 并且很简洁 对 他到好处 对他们这个水平啊 拉球都特别规范 对 而且更简洁 大家可以看 更简单 简单 没有没有那么多多余动作 是不是 感觉很顺 感觉很顺 够用就行 这个轴心 他他转动 他才会顺起来 你看他 他就是因为这个轴心 你说为什么老外的正手 没有中国人正手好吗 老外他就有的时候是脱离这个轴心 对 要不就是特大 特大 他基本上就是脱离了这个轴心 所以说他到了紧张关键的时候 他跟中国人对拉的时候 最紧张的一下他拉不上 他没有中国人拉得准 那啥 他就脱离了这个 到那个时候 你人到最紧张的时候 手肯定是麻的 对 你不管是谁来 他手都是麻的 但是中国人最后靠的是整个身体 去干的这种身体的这种力量 去罩住这个球 所以说就比较好控制 但是国外的很多是依靠这种前臂 前臂的这种甩动的这种球 所以说到了紧张 他为啥就是 总是在最后的一下他拉不过 对 对不对 对 你看龙恩奥运会跟那个奥恰那场 对 你打到最后他就是赢不了我 就是拉不过 他就告诉这些信念 我只要拉住你 你肯定是比我先崩 对 就是抱着这个信念 是的 奥恰 虽然这种质量 还可以 还可以 但是他整个的这个原理 还是要照中国人的这种原理 差很多 合理性 离中国 他就是没有我们这么 就是简洁 是的 干净 他就会出现问题 除了中国队拉球 其实正手比较合理 就是韩国队 对 韩国队 韩国要比那个日本队要好多了 对 好多了 其实就中国队 韩国队他两个正手的这种 从原来的这种 底子打的 其实就很像 对 韩国队还是偏正手 更多一点 正手好 对 对 黄老师给大家真的说的这个很很关键 而且大家很多说这个轴的大小怎么用啊 就是怎么舒服怎么用 怎么合理怎么用 对 千万不要是故意去用轴中心去转 那就那就不合理了 对对对对 所以说今天主要是在给你们讲这个轴心 这个太重要了 我真觉得太重要了 就当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我感觉我整个人的这个技术拉球 所有技术包括整个的这个转换 就我自己感觉我就正好 我就不是上了 涨了一分升华上了一个层次 西方你在国家队没这么理解球 要是你也有可能主力层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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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方博也是讲课的 哈哈哈哈 我是老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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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就是你发 大家可以看 真是通过这个 从这个视频很简洁 方老师就把这个 很中心很核心的东西